国立彰化高中 27日在河美赫山餐厅举办 112学年度家长会长交接典礼 活动盛大隆重 热闹滚滚 那当然除了校长老师用心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家长会 我们的校委会 做学校最佳的行政资源 谢谢我们吴会长 过去这段期间来 那这个出一出的 带领着家长会 做学校最佳的行政资源 那祝大家担心 给我们吴会长感谢 公的外观工程深会 那即将接任的 谢会长青年才俊 刚刚他知道有师职会 有我们创新创业协会 社团经验非常丰富 也是模范劳工 我们的这个楷模等等 那可以说呢 社团经验很丰富 那我相信有历届 谢谢我们会长的基础 加上他的用心 也一定能够配合学校 做最好的一个这个资源 就大家担心 再给我们的谢会长 用心 好 欢迎 非常多的贵宾 来到现场 为彰化高中的家长会长们 来给予加油打气 首先要感谢吴国范会长 过去这一年来 对母校的付出跟贡献 更要欢迎我们谢文龙会长 他能够来肩负这个重任 我相信在两位会长的领导之下 张中的家委会会 会继续来支持我们的孩子 享受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这一年来 学校的任何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我们 所有的在校的师长 跟我们家委会这边 都配合的非常的好 那我们能尽微薄之力 那我们希望是 每一个后面来接会长职务的人 都能够一棒接一棒 努力的帮我们学校 争取一些建设或一些活动的赞助 那最后还是要谢谢校长 谢谢我们文龙会长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一年 会为学校来做一个 家长会的一些传承 那包含就是说 做学校强有有力的后盾 那很感谢今天 许多贵宾 还有我的好友家人 那包含我社团朋友 今天力领来指导 张化高中家长会长团 特别捐赠10万元奖助学金 帮助清寒学生 新任会长谢文龙 期许未来将会持续带领家长会 作为学校强而有力的后盾 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让张中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公益频道林毅俊 和美采访报导